我们刚刚听到是指挥中心最新说法 其实说到国内现在疫苗荒 还是得靠国产疫苗来接力 但是联亚的EUA却没有过关 我们就来看这两天引发话题的关键在于什么 就在于这综合的抗体数据没有达标 联亚就认为说因为现在是变异株威胁 比较大像是Delta变异株 但是谁要属性公告的综合抗体例价 是以原始的病毒株作为标准的 好 外界就分析了 眼前这联亚卡关了 要解套 要怎么办呢 要怎么败布复活 两大关键 第一个就是要申请EUA重审 以Delta病毒株作为测试 比对一下Delta变异株的抗体效价 重新来判定审查结果 第二点就是说 这现在要和印度同时进行 逼拼的是三期的临床试验 三期如果完成了有完整的报告 也可以直接来申请药证 未来如果通过药证的话 跟机关署现在目前眼前预约的 这个五百万级的合约是很有效的 而联亚EUA其实没有过关 有医师来看看看法怎么样 认为说这个结果其实不意外 因为呢这医师就说了 好进一步的分析 这次蛋白疫苗两大弱点 其实包括像是研发难度高 速度也慢 当然就是跟不上这个变异速度的速度 容易就被市场来淘汰 联亚跟高端 其实他们所生产出来的这个细胞培养 都是叫做S蛋白作为抗原 但是大家就想问了 为什么高端过的联亚没有过呢 关键其实在于说这个设计 RNet系列上面稍有差异 好 如果有这样的差异 生成之后 接下来这安基酸的排列也会不同 所以反映出来的数字 当然只有天壤之别 现在全世界有超过30只以上的疫苗开发 可是只有高端通过的Uan 第二方面我看到下方 其实联亚的Uan为过争议 也被部分外界就解读 说是不是政治力来介入 民进党团在今天也出面来驳斥 想到说这个联亚高端 其实审查都是同样标准的 其中包括18位的斟渣是相同的 而且立院的朝野党团也在18号的时候 就决议说要求微服部 在审查结果公布后的两周 就将这个会议记录 来去识别化公布 希望外界不要来误导 指挥官陈时中的部分 在今天也说 联亚的疫苗 没有通过基础性审查基准 申诉的时候 接下来的下一步 应该要提出理由跟实验计划 再送交食用署来进行审查 联亚新冠疫苗EUA审查 结果没有通过股价重挫 都是因为中和抗体数据 跟AZ疫苗比较后 没有达到标准 很遗憾的 联亚疫苗的EUA在审查 昨天的审查的结果 是没有通过 疫苗安全性可接受 中和抗体数据显示 未能达到锁定疫苗 免疫桥接不劣性的标准 申诉公布后过六小时 联亚终于发声明回应 将提出申诉 以Delta变异株 同时比较联亚疫苗 跟AZ疫苗所产生的 抗体立架 并以原来两项统计标准 进行免疫桥接试验 以客观评估 联亚疫苗的中和抗体保护力 如果他们认为 还有相关的理由 或者认为这个疫苗 仍然有像某一个程度 对着整个社会防疫 是有效果的 那他们提出申诉 那当然要提出相关的理由 跟他的实验的计划 那当然是交由 这个FDA这边去做审查 联亚疫苗没有通过EUA审查 多位专家都认为不意外 联亚审查没有通过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 曾经接受联亚疫苗试验 面对结果 他也要求政府应该公开 两家国产疫苗的相关资料 应该他们把两边 都把资料拿出来 这可以互相学习 因为他们都拿了政府的钱 是不是应该大家都公开 然后让各界学者都去参与 目前联亚跟疾管署 五百万剂疫苗合约 还没有失效 就看联亚在印度台湾 三期临床试验 能不能证明疫苗的有效性 如果三期临床试验通过 不一定要再申请EUA 直接申请调证就可以 记者综合报道